大家好,歡迎來到炭灘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型態支撐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100元會員是純粹贊助本頻道 300元會員會在星期三和星期日發布會員影片 會員影片的內容是支撐及壓力個股的分析 大家好,歡迎來到炭灘韭菜 炭灘韭菜我是Noray 那希望時間是下午的3點38分 那今天整體的大盤下跌了200多點 那整體來說啦 就是我手上的部位就是一個獲利大回突 因為今天蠻集中在跌這個PCB和這個網通 就是什麼奇蹟啊 然後漢魚博啊 劍頂這些 原先在這一周呢原本是盤勢不好 然後下跌,但是他們還是能夠逆勢上漲 但是把他們漲的又把它跌回去 甚至跌的比上週還要再更低一點 就是有一個蠻強烈的一個 獲利回吐 對那其實今天整體操作沒有像昨天亂操作 所以 又回到一個我覺得好像 無所謂的心情 但那種無所謂心情是覺得說 行情好或行情壞 都沒關係 反正我們最終舒服就好 對就是 可能看一下 這個別人呢 賠了很多錢 然後自己其實好像還好 說實在來現在應該蠻多人是真的賠得還蠻慘的 應該是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沒有在跟 朋友討論的 那如果說你身邊有一些人被 融資斷頭啊然後被掏在超高 比如說偽創現在還抓的 100 150 160的偽創啊 那 這個真的是還蠻慘的啦 好那 我們直接進入這個話題吧 然後 我們今天影片總共會有兩部 我沒想到會這麼多 那原本想說應該一部就OK 剛點開 反正大家還蠻踴躍在問的 所以說 我們就把它切成兩部 所以說這一部我們就講大盤跟 我們開頭會講的 我今天的操作 這樣子 OK 然後我們就開始看吧 然後今天前面就沒有講一些東西 對那我們就直接來先講一下 今天挺立的 加折然後 挺損的這個 勵志 和這個 創意 然後 還有這個剛前面講的 然後獲利大為主的PCB 和這個網通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加折吧 那加折的部分呢 今天就是像 昨天其實有去觀察他 但是 就覺得 我就覺得說是 疊破一個頭部啦 那我自己建倉建他這一根 就還蠻遠的 跟那個 我們昨天復盤如果說你有看的話可以發現說 其實我昨天復盤的 比如說南電啊 瑞玉啊 聯勇啊 群聯華幫 電國巨 華通 玉金光 對 其實他們進場點都不錯 除了 這個瑞玉跟玉金光已經跌回成本之外 當然因為這些我就全部買光了 因為我們其實會去打 昨天有做說明嘛 其他如果說我手上還握著的話 其實在上週進場 到現在 大盤跌200多 大盤跌到16300 這個比較偏 大支撐的位置 仍然都是獲利的 雖然說我昨天有去承認說我 瞎操作 我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反正呢 今天這個加折的部分就是 我賣掉 又賣掉三分之一 那如果後面有再吃回去 上去的話 我才會把那個 部位再補回去 那可能補回去的時候 會把成本給抬高 那如果再 再跌下來的話 就把它給賣出去 目前的策略是這樣 所以說 這張還握著 沒有全部賣掉 OK那我們看到這個停損的部分 然後這個例子呢 這個是人性的部分 怎麼說呢 因為其實在 我節目裡面 我在節目裡面呢 我都會說這個 要等待 插針或是破體翻 就是遇到這樣的格局的時候 但是 我超級早就進場 我大概哪個位置進場 我是在這個位置就進場了 因為呢 忘記好像這一天吧 我想一下喔 這禮拜一在這裡嘛 然後 上禮拜一 我也忘記啦 反正 我記得有一天的時候 其實是AI還蠻慘 然後發現說 其實勵志好像 沒什麼跌 是不是AI跌破那天 好像不是 忘記了反正 看到勵志好像手在一直撐 所以就進場 然而呢 然而呢 我拉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並沒有去做出場 拉到這邊 這邊並沒有去做出場 所以說今天 一開盤下來的 那一個 點呢 基本上全部被打停損 就是 整筆彈啦 完全沒有停損 然後 直接 完全沒有停力 所以說整筆打停損 那今天其實AI 某一些 應該說可能大部分 沒有認真看 我只有看那個 偉創全聯的 偉創廣達跟技嘉都是 算是AI在今天蠻逆勢 抗疊的 待會再來說 那算是有點漲去 但是 並沒有再 回到130 如果回到130做收盤的話 可能會更好 而且他會是一個 蠻漂亮的 插針 對如果說明天吃回去的話 或者說 他其實收129 就已經是漂亮的 那明天會不會就來個反轉 這都有機會 對那 會覺得怎麼樣嗎 不會 因為其實就是照機率 因為有一些真的會 就真的破心的下去 OK那我們繼續看下去 看他創意吧 那創意的話 必須先講一下 我之前的一個 入場點 我先講一下我之前的入場點 我之前入場點進來這個地方 然後拉上去的時候有賣 然後掉下 因為這邊是用直接用跳空開地的這個 疊停板 那疊停板這根我沒有賣 因為我的策略其實是 我打到這個地方才賣 疊到這個地方才賣 然後在這一天 我的判斷是 我決定不賣 我決定我想要做一個 算是比較左側的部位 就是創意的部分 對所以說我掉到下一個級別的這個支撐的時候 大概是1400 1400這個支撐的時候 我去加仓 然後加仓過後沒想到繼續疊 好沒問題繼續疊到這一天 忘記在這個附近的哪一天 我又再加仓一次 所以說我的原先部位在這裡 然後這邊加仓一次 這邊加仓一次 所以說我最最終Total的 哪個成本稍微點高 是在1375 對所以說不低 那今天跌破了這個短期的支撐 我想說好吧 那我就把資金去撤出來 然後挪到別的地方 所以我就把它給賣掉 所以說這是 我的 操作上的一些想法 好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好那 今天 這個我們的主題就是大盤灌破半年限 其實我們沒有在看半年限 不過 剛剛是剛好看到 看這個均線到底是怎麼在 在看 然後 直達這個大支撐 那接下來該如何操作 就是會跟大家做一下說明 好那這是美股啦 三大指數 瘦州萬 FED 第一次聯準會會議的影響 紛紛都以下跌收場 那其中與台股連動最大的 那現在蠻多人會覺得說是這個廢半 但是我個人覺得如果你有在看 夜盤期貨的話 其實納子連動的更大 納子只要跌 那這個我們台子期基本上就是會跌 那我認為 但市場上可能不這麼認為 反正就是納子下跌幅度最大 納子與標普接下來要往更大級別的支撐去走 那再來 看回我們台股的表現 我們今天下跌200點是直接把守住兩次的這個半天線跌破 那直接到達這個最底部大支撐 16300 對那 今天看起來其實非常刻意手在這個地方 但是呢 按照過往的這個經驗 這邊如果要大 要反彈的話 大概率是會 跌破 那不知道什麼時候跌破 可能明天早上 可能今天夜盤 跌破 然後再拉回 他把這個今天進場做多的 這些散戶呢 或是說其他主力呢 再洗一波 然後才比較有機會 往上走 而且這個洗一波是要那種比較深度的洗 那他 但他反轉上來的時候會又急又快 那快到你有可能沒辦法反應 你可能還在反彈空反彈空 但是他就拉上去 但這是一個 反彈的格局 那有可能會怎樣 直接灌破 那如果抓一波跌幅滿足的話 會到達下一層 OK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這個三大指數 那我們是迅速來 看過去 我們來看一下這是這個納指 那納指當然啊 我們這看的是日線格局 但是日線格局中有講說 目前是不是壓在下山區的日線 然後這個地方被跌破了 這個突破K的低點被跌破了 在左邊被跌破 那目前在這個區域 對所以說他其實蠻大概率會回到14675 這是以 日線的格局 那如果說當然 我們現在如果說以這個 小石的話 一個小石的小石可以來看的話 其實這邊有畫嗎 滿滿的都有可能是直撐 比如說這裡是直撐 這裡是直撐 比如說這個地方啊 撐了很多頭頭顛 然後這邊剛有大支撐 或者說這個地方 也是一個WD 然後可能會有支撐 所以說 看小結構當然都會看到支撐 但是如果說只看大的話 是有機會到這邊 那我們沒有在操作 我們就單做他 就是有機會到那邊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標譜 標譜中間有說一下嗎 然後呢 也是一樣 灌破 昨天是灌破之後拉回 但是呢 前天是這樣子 但是昨天直接灌破下來 那樣接下來 他一模一樣 跟納指 走一樣的格局 就是有可能呢 他會再疊下來 到這個大概 4、3、2、5左右 好 再來看一下這個道瓊 那道瓊的部分的話 其實也是啊 就是他比較看不懂 就是在這個線上穿來穿去 有可能他的 結構支撐 其實就有點改變 但昨天好像他沒有特別的跌 不過因為其實就有人講說 你看道瓊 只有三支檔 這個成分裹 也沒有什麼用 所以 蠻多人會看的是 看納指 跟標譜 有些人可能直接看這個標譜 因為有500個 500個這個 這個 公司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個 昨天利率 角色會議是開什麼 那簡單 簡單講 原本是說這個月決定就不生嘛 但是呢 就突然就覺得說 在今年年底可能再生一次 對那明年原先預期會降四嘛 不過又有一些官員說可能會 降兩馬而已 所以說感覺上都是一個不好的預期 那 我個人 我並不覺得說是因為這個東西而去 往下打壓 因為 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只是說現在的叢馬可能是比較偏空 然後他們就是利用這個壞消息 然後去把它給往下去砸 因為你可以發現說其實在 今年那為什麼不是在今年這個這一波升息的時候 這波還是一樣的升息啊 那一再升一再升 然後都要符合預期符合預期 然後今天就改口說 因為怎樣漲然後不符合 不符合預期所以就往下砸 其實 也不是這樣吧 因為 這個區域的時候其實在上漲 那在上漲的過程跟 不升息 不升息往下砸 這蠻奇怪的 所以說我覺得不用受到市場的 就是那種 帶風向的感覺啦 那我個人會覺得說就是 你越貼近盤是有時候你會越亂 就像我昨天去亂操作 那這句話反而是說啦 就是說 你凝視著這個深淵啊 那深淵可能就會 吞噬你 你越害怕的話 他越會去吞噬你嘛 所以說其實就不用看得那麼的 一定要說 我知道今天長是什麼 我今天疊是疊什麼 因爲什麼 而疊 那就去罵他說什麼 我看 網路在哪裡罵他 什麼鮑魚 我覺得真的很難聽 我不知道為什麼 雖然說可能是 好笑啦 但我覺得 我如果說是帶來那種情緒的話 那不如不要操作 然後來看一下這個大盤的部分 那大盤是說啦 灌破這個 我們看一下這個 這個位置 大家看一下 因為我剛剛有切掉的線 半年線 雖然說我們沒在看 但 確實有半年線有灌線的話 還是可以看一下 一次嘛 兩次 然後這一次直接灌破 那當他灌破 直接來到了16300 然後 比較簡單一點 就是 假設 這邊有抓 假設這個地方一旦灌破了 16300這個地方 那 勢必就是有機會的是 A段 這個從高點算下來的A段 等於B段 就有機會 這樣抓下來的話 是有機會跌到 157 10 15700左右啦 反正就有機會跌到 這麼低 如果說這個地方被灌破的話 對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我覺得是非常刻意守在這邊啦 那我覺得大概率還是有機會跌破 然後再拉回 如果說他真的要 反彈的話 也有可能直接灌破就下去 OK 那怪馬指數的部分 是無視昨天說的 213.5 然後直接是挑戰這個 W底 我們一直在講的 210 210 那今天 收在在211左右 那或許明天有機會到達 也或許是 下週有機會到達 那一樣 我會認為啦 壓力 之前上次說 219壓力 我不認為他一次會突破 那我也不認為這個支撐會一次就跌穿 就是一樣的意思 就你認為他是大壓力 那他就 比較不可能是 一次突破 那你認為他是大支撐 他就不太可能會一次就跌穿 因為他必須展現他的那個力道嘛 對不對 那不然的話那就沒有意思嘛 好 那我們剛剛主題說接下來會怎麼去做 那我分享我的看法 那當然 我方法跟大家方法可能就不太一樣 然後 我覺得 真的是 不太一樣啦 我們就直接來看好了 那我會怎麼做啦 就是說如果真的灌破的話 我會怎麼做 我自己的個人想法啦 我仍然會持續做 進場 我仍然會持續做進場 因為我自己有說過 整個整體要全面去看空的話 我其實個人是比較 比較會去 看這個地方 因為呢 現在目前的格局 我是這樣看 底部這個地方頭肩底 是一個格局 那上方這裡 是一個格局 對 只要未來跌破萬五這個地方 我才會覺得說 他真的轉空了 那如果說不跌破的話 我仍然都覺得說 都是有機會 而且 況且啦 況且看到就 看到說蠻多個股都還是 持續在上漲 還是有上漲的個股 OK 那這個持續買進的 並不是無腦去買 是一樣找出 像昨天復盤 那昨天復盤講的個股就我們 剛剛給大家看的那些 可能南電啊 華邦電啊 那群聯華通 其實就進場的 非常非常非常的漂亮 對 就是說能夠去漲多疊少 上週漲 但是今天完全 你像喔 呃 那時候是跟 像群聯 華邦 華邦電跟 南亞克是一起 一起抓進來 今天南亞克 所以我是進場華邦電 雖然說全出啦 那是 南亞克今天還能夠上了2% 對不對 那進場的點也是相當相當不錯的 如果做進場到的話 那還是恭喜 所以說 這個方法呢 這個方式 我覺得蠻適合我的 但不一定適合大家 因為呢 我可以去找到合適的個股 那 並且去紀律去做執行 對那後者是非常重要的 雖然說我昨天才亂做一波啦 但是我還是 呃 回過來 真的還是我的本質嘛 那亂操作可能就是 你八成的 時間點就是在做正確的事情 那你 兩成可能 偶爾是腦袋 腦袋露倒可能會做其他 但是這個腦袋露倒有可能就會讓你 大虧損 就像昨天 那為什麼會這麼相信自己 我覺得應該就是直接講就是 機梢會說話 就真的是機梢會說 看著自己的 呃 本是能夠去成長 那 我也是體悟到最適合的自己的這個方式 那就是 個股就是尾盤進場 那射好 停損 那有獲利的 就是 呃 讓他拉出去 然後並且是能夠找到這個最強勢的個股 所以 我總結 我還是認為說我會持續做新廠 當然這持續做新廠並不是叫你去無腦買 那很多人就是會無腦去看多 我這個無腦並不是說只說 就是他比較笨還是什麼 那他 反正就是我是有紀律的 有紀律的去做這件事情 不是說這是一直在吹噓說 這是做多是最好的這樣的這件事情 OK那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那AI今天走這個逆勢 走逆勢盤 那第二主軸其實就是台積電和那個IG設計 那我們就是繼續等待這個偽創的破底翻 和這個AI指數的破底翻 其實講了兩天AI指數就沒有讓大家看 只是電腦及周邊指數啦 周邊設備指數 但是就是我就把它簡稱為這個AI指數 那再來的話 再來是瞧瞧這個台積電 就是今天收盤是收在了527 那下跌了8塊錢 影響指數72點 那基本上用日線去觀察是跌破 但是我認為台積電要用週線去看 之前有講過嘛 就是說整體的一個趨勢的扭轉 整體趨勢的盤頭 這個頭部的扭轉下去 而且這個關鍵點我覺得應該也是 只要台積電能夠鎖住 這個16300應該不會有一個 再更加放大 有可能再跌個50點 有可能再跌個100點 我覺得都有機會 但是不會說跌到600點 那麼大 只是跌到15700 那其他個真的太慘了 我覺得應該是不會到 那麼那麼的慘 對 所以只要台積電能守住 那我個人覺得是 還是有機會 這趨勢的扭轉會在 5月22號的週線低點 518.5 只要這週就是 只要這週啦 如果說明天啊 明天不續跌破 我認為都有機會 當然在後續也不要跌破 那是最好的 OK 我們看一下AI的這三檔 我們先看台積電好了 我們回來看 那台積電的部分呢 我就說要用週線看 OK 那是還原週線喔 大家看一下還原週線 那以格局來說 以格局來說 我之前在這一週的時候 好像這一週的時候 是有講說台積電是到達 這個500次的大支撐 後面就是修修改改 然後呢 目前啊 我覺得就直接看向了 5月22號 他的低點 518.5 然後是週線不要被跌破 當然連跌穿都不要跌穿 是最好的 對 因為目前的格局 就很簡單的就是這樣子 這裡到這裡 是一個 是一個這樣的整體的框 OK 那這裡到這裡 是一個整體的框 然後 這一個突破K 突破這個區間的 突破K的低點 不要被跌破 那整個格局 就還能夠依然維持住 然後 呃 可能就像我剛剛講的 大盤在1630這個地方 我認為可能 沒必要有機會跌50點 100點 但是 只要台積電能夠守住 我覺得要跌600點 這件事情是 比較不太可能 因為其實台積電的 整個型 就是大盤的型 台積電跌到大支撐 那 大盤也是跌到大支撐 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個 道理 那切層至線格局 是已經跌過了 對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看一下周線 而且明天剛好收周線 如果說能夠再收回去 這些低點的上方 可能533 534 535 是最好的 不過這樣的話 台積電必須在明天漲個 呃 5 6塊 好像也有點強能所難 所以我不曉得到後面行情會如何 只要啦 不要去跌破518.5 我個人都覺得說 還OK 就是說大盤可能會 在這邊小穿 但是並不會有個 呃 爆發性的下跌 目前的看法就 這樣子 只要你發現台積電跌破了518 當然他跌破518的時候 應該應該大盤 跌個200點左右 但是只要他跌破的話 然後我個人就覺得說 Maybe整個趨勢就已經扭轉了 好這樣子 目前的看法這樣 OK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廣達偽創技一下吧 那廣達的部分啊 就沒什麼特別好說 反正我這張我還握著 我的成本就在這裡 忘記在這天進場 是這天進場 不要記得 反正在210左右吧 反正 目前今天有 又再次來進攻 我們看60分K 又再次來進攻 就是我原先是把這邊這個位置 這個低一點當作是支撐 然後昨天原本上來嘛 這邊盤整 昨天上來 但是今天開盤跌穿之後 又來做測試 221 然後呢 這個尾創比較明顯一點 尾創比較明顯 他今天真的是開低啦 那是開平 然後直接往下穿 然後馬上拉回 馬上拉回 就是說把這些人 原先可能昨天進場 抓短線的人 又洗出去一波 然後在尾盤 站上去100塊了 那我個人覺得是好事情 不過 整體上來說啦 我只能說這邊是小支撐嘛 我們說大支撐是107 在大支撐去做破底範 成功機率是較大 在小支撐去做破底範的話 呃 無論如何啦 然後成功機率 也是相對來說是小的 所以說 要看他真的站回去 可能在107 要突破107 站上去收盤 好再看 然後技嘉的部分 今天呢 確實非常逆勢 整個手勢支撐又反彈了 對 但是我們並沒有去做進場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電腦及周邊設備這個指數 OK大家看一下吧 目前來說啦 整個格局 你可以把它看像就是這樣子 格局就看像這樣子 然後呢 下降區域的部分是這樣子 對 所以說 現在已經是 可能儼然形成一個三角的收斂 並且這個地方是被疊穿的 我發現兩天沒給大家看 這一天沒給大家看 昨天忘記 那今天給大家看 反正呢 這個地方 如果能夠站回去 2222以上 做收盤的話 那或許 他會是一個 漂亮的一個位置 那今天的AI 其實整體上 我好像沒有看了 我沒有認真看 其實 好像還可以 沒疊多少 就是說今天沒有去疊AI去控盤的感覺 個人看起來是這樣子 個人看起來是這樣子 就是說 你看到散熱沒疊很慘 那AI的部分 其實最最高最高的時候 疊這個2%的晶圓電池 那他本身就比較強勢 然後其實 大部分看起來好像有點疊無可疊的感覺 伺服器 IP疊最慘 5% 3%3%3% IP疊最慘 因為IP其實 他們長勢是之前 算是現在來說也算是最強的 10星KB算是最強的吧 對 所以看起來好像還好 那就一樣吧 持續做關注 我在之後 如果說他真的有翻回去的話 我就會有興趣 我們已經講了 大概從上週一講到現在吧 已經講了兩週 那一樣兩週 都對AI就是一樣保持一樣的看法 破底翻 破底翻 只要你記住 這個破底翻 你在這兩週你不會做進場 而是去進場 其他類別的 那就不會去 受到 比如說這禮拜一的這樣的傷害 或者說昨天的傷害 這樣子不要超之過激 OK那 大盤將也到這邊 那待會再錄製下一部的這個 這個個股 OK 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